那晚間澎湖花火節有煙火施放 但有不少的旅客行程卻是泡湯 因為受到封面通過 加上東北季風影響 這海況實在是太差 往返布袋到馬宮的船班全日停航 也影響出入境的旅客超過2000名 有旅客冒險出海 直呼是另類體驗 床艙內晃到不行 浪花跟大雨 讓床艙視線全都是水木 但船上的遊客還在苦中作樂 整艘船快晃成海盜船 而藍色公路海峽不佳 風力達到七級馬宮港實施管制 往返布袋和馬宮的船班全都無法出港 本島等不到船只能望陽心探 有人說風浪太大就會早上平衡 那也是在那裡 但那太好 十三號晚間澎湖花火節 有煙火釋放活動 2000人衝著這點一大早衝往嘉義布袋港 想不到從早上七點多 船班就顯示延誤 甚至最後所有船班全都取消 沒船可去 要看煙火只能等三天後 更慘的是困在島上的遊客根本回不來 在本島又感覺風的大 原本聽一下有四點 可是又趕了兩點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聽說布袋那邊風太大 停航咧 心快看一下而已 我們心快 這個不行 我們在這裡 來 方便通過 加上東北季風 海礦實在太差 雖然為了安全停航 但超過2000名旅客行程被打亂 想看航海玩煙火 只能再等下次 記者 顏玉龍 李家彥 澎湖採訪報告